前有唐朝称帝的武则天,后有宋朝身穿黄袍的刘娥,对于武则天来说,世人对此非常熟悉,但是刘娥的名气虽然不如武则天大,但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女人,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期能够坐到中宫的位置,还能够垂帘听政,甚至可以拿她和武则天相提并论。 但是为什么没有像武则天那般直接称帝呢?毕竟黄袍已经穿上身了,称帝无非更名正言顺一些,不称帝又是有何缘由,是不敢称帝还是不想称帝,这两者区别就有些大,毕竟不想称帝是她的意愿。 而不敢称帝的背后则是因为她要面临更多的问题,这究竟是哪一种呢?